我得说话小点声 怕把作品蒸下来 节目组500万块乐高砖都买了 那肯定要玩点离谱的 这题目设例不好 还真不容易发现 一颗用细钢丝掉在空中的乐高砖 这是要搭个国宝吗 看了一会儿 终于揭秘出是空中滑板 全空搭建对模型的平衡和重量把控要求很高 这个飘带的曲线仿佛滑板真的悬浮在空中一样 这个模型的难度 不知道玩乐高的各位能看出多少 感觉后方选手很难超越 这看着像是个吊扇 还有人头 难道是我小时候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破案了 其实是小偷偷了名画 躺在美术馆的大吊灯上 这颗头刚好踩着倒计时的声音掉了下来 只剩下半截身子挂在吊灯上 完了 BBQ了 十个小车的努力真的要归零了吗 要是不出意外 以这个作品的质量 说不定可以冲冲冠军 吊灯不光细致 还有着接触不良的闪烁效果 戏剧性出场的老鼠 小偷人脸的装款运用也恰到好处 还好选手机制地学习了国强恐怖片的套路 将一切解释成了一场噩梦 硬是将这个抛头露面的事故圆成了故事 进片场的第一眼 就被这只老鹰的造型惊艳到了 嘴部 勾爪 肌肉线条都处理得很完美 他们做的是雷宇天老鹰抓捕性格的对质场景 可惜搭建功力都用在老鹰身上了 顶上这个板不说 真看不出是乌云 这组小哥执着于做外星故事 他们把前几期的作品串在了一起 做一个外星生物来地球 窃取人类的文明和艺术的故事 但过程中除了乌龙 导致三个主角的飞船燃烧了起来 整体感觉没有他们以往的作品厉害 期待小哥后面的表现 从运动股下就能猜得到 这一组做的是只大海龟 这是一个热心潜水员 解救被困海龟的故事 不过这些海草看着有点眼熟呢 爱人在人世表示强烈谴责 海龟作为全场唯一使用动力组的作品 我先来压一个冠军 还有滑板那组也算上 乍一看一堆武林秘籍 我还以为走错片场了 原来这一期是要用乐高还原中国神话 看造型猜故事 爷爷再配上这葫芦 难道是 其实是神农长白草 中间的铝带传动 代表了河流带来花果草药 长过的白草顺着河流造福百姓 不过神农这动作怎么感觉有点眼熟 他们还为药神配了一个中药柜 瞬间有神医那味了 这些条条框框和铝带也太难猜了 哪个神话故事里有这玩意儿 看到这拉弓射箭的青年 原来是后日射翼 你注意到没 后翼这里还有一个拉弓瞄准的小动作 天上九个太阳一个个被射落 只剩下最后一颗 没了烈日 土地也恢复了生机 凭咱们中国人的节俭精神 九个太阳也不能浪费 落在地上化成自然元素供给天地 这组拿到的是金卫填海 小哥研究了老半天机械 终于把金卫的精髓给做出来了 明月悬在空中 海面巨浪翻滚 金卫在海上奋力地挥动翅膀 背后的山体也在缓缓上升 这场景很有动画的味道 子子孙孙无穷溃也 教科书都帮我们课DNA上了 这红衣服红裤子的热闹场面 像极了上学时 集体扫大街场景 鱼公一走了山 解放了山门后 一直被囚禁的龙 可能微压的营养不良 龙的体型看上去有点短小 你猜这像艺术雕像一样的作品是啥 这壮士建树的肌肉 简单几个颗粒就表现出来了 盘古劈开了混沌 阳气上升变成了天 阴气落下变成了地 顶天立地的盘古 双脚正在化为山川 他的左眼孕育成太阳 右眼化作了月亮 从此日月开始了交替 他的呼吸生成了云彩 经脉和血液诞生了江河湖海 底座寓意着天元地方 月亮上的是月兔 太阳上是三足金屋 这些细节还真只有中国人才能懂 拿个冠军不过分吧 在这四座悬崖上 只靠这些小颗粒固定 真的能拼出长达两米的模型吗 比赛主题是无限风光 又有悬崖 小哥直接瞄准了武侠 这还是我第一次在乐高里 感受到红绿配色的美 一把大剑插进山体 这造型确实帅到我了 上古神剑被插进了山峰里 有人能够打败神剑的守护者 通过试炼就可以拔出这把剑 大神剑就会将能量赋予给他 但神剑虽然做了悬臂的支撑 让他们前端的沉重更稳 但也一刀劈歪了模型的角度 这么长一串过山车轨道 刚想说悬崖过山车应该挺刺激 原来只是桥的支柱 这是一座剑顺大师的山庄 门前也插着一把宝剑 来求学的弟子 先要放弃自己先前所学 然后在门下苦练 锐练完成后 即可拿到炼丹炉里的丹药 用气冲破这个位置 才能进阶修行 整个模型长度更是达到了2米33 比我还高出45厘米 这边是一座古堡改造的玩具工厂 精灵忙碌着为孩子们准备礼物 但因为效益不好 玩具厂开发了参观项目 用飞机和机器人接待 带着孩子们进来参观 花兽是用人载帽子做成的 玩具的生产线 是本场比赛唯一的机械部分 延长模型最好的办法是做桥 牛郎织女的年度会面 就在这座雀桥上 即将回到人间的方头仔牛郎 不舍得看向身后的织女 织女站在穷楼玉宇前 背后宫殿的配色和细节也堪称一绝 侧面的七彩祥云反而不乱 雀桥上的喜雀也做得极其浪漫 果然咱们中国选手在古典题材上 个个都是大师 已经忍不住想看他们下一期 总决赛的作品了 24个小时听起来很久 但在乐高的世界里 只是一场总决赛 我们来到现场 看到总决赛作品的时候 发现竟然全是机械作品 中国玩家真是无形中 又抬高了乐高大师的难度 现在就来挨个作品感受下 第一组的设计 可以说是历界巧妙之最了 这三个小机器人通过推拉和摇臂 组装模块 最后竟然拼成了一个乐高大师的logo 每个部分都是精心设计的 小丑是致敬第六期 福乐双宝的作品 做得也太可爱了点 能不能众筹量产一下 小黄鸭代表了世界上的第一款乐高产品 一个木质拖线鸭子 也叫木头鸭子 奖杯代表了今天的梦想 下面的八个机器人 按照八组参赛选手来做的 他们将选手的不同特征 都用小颗粒复原了出来 后面的背景是整个演播厅 背景镶嵌了很多灯世界 作品里融入的除了技术还有情感 这一组Contra CV出了很多只小企鹅 小哥又研究了好几个小时的浪行机械 看看都给孩子逼成啥样了 但我们到达那场时 看到的是一个完美的机械作品 他们的作品叫流浪乐团 这只外星乐团因为家乡的冰川融化 而来到了地球的南北两极 在这里他们遇见了企鹅和北极熊 于是乐团在地球办了一场工艺演出 北极熊在敲架子鼓 小企鹅充当氛围组 音响前的音符还会震动 顶部是呼吁环保的标志 企鹅队长的火车 拉着的是三个警示标语 种树 节约用水和用电 台下的企鹅在给大家科普知识 这一组调动了所有能动的部分 虽然看起来只是单纯的摇晃 但实际上这些机械传动背后 藏着很多巧思 更是需要多次试错 才能呈现的如此流畅 15个小时里 我亲眼见证了这条龙王的诞生 最后一组选择的是古典神话加科幻 人类拿到定海神针后 科技肥速发展 欲望越来越膨胀 直到想要控制自然 直到被自然反噬时 人们才终于醒悟 放弃了这份强大的力量 向龙公归还了定海神针 盘龙柱上的龙王摆动着头 试探的看着神针 龙能够稳稳地盘在柱子上 完全是大师水平的科技键运用 而且龙头自然地摆动时 嘴还能够上下张合 能将动物做出互动感的作品 太稀有了 龙公的汉字拼出了笔墨的线条感 背后的龙公配色和构图 完全是总决赛水准 比起现场看 隔着屏幕少了三分震撼 你们自行脑补食物有多强了 制作中国版乐高大师的奖杯 是参照我们上古神器 神龙鼎来制作的 最后来公布本季乐高大师的冠军得主 恭喜大吉组合 两位乐高大师的风神制作龙公 实至名归 经历了两个多月 中国版乐高大师的选手们 终于卷到总决赛了 接下来回顾一下三强选手的作品 首先是大吉组合 他俩是一个擅长颗粒建筑 一个擅长科技机械的王炸组合 节目里看出来 他们是很享受比赛和挑战的 不断修改直到最后一秒 所以经常看他们踩着倒计时完成比赛 如果让我回应一个整季印象最深刻的作品 第一个蹦出来的 就是由小金砖认证的玉兔 比赛一共14个小时 做这只兔子花了7个小时 抓着活的可能都用不上 但从最终成品来看 是相当值得的 玉兔手臂是和月饼流水线的履带传动相连接 用同一个电机驱动起来的 难度上远没有看起来那么轻松 月宫的建筑细节 看出他们很擅长做国风神秘的模型 大吉组合第二次完美发挥是画框那集 他们复刻了一颗时代的眼泪 接机游戏 这个强迫透视的水准 称得上历届作品中的天花板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 机械部分没有用遥控器 而是摇杆本身驱动 代入感直接拉满 唯一的遗憾是 作品掩盖了题目本身 给画框撤走好像也没啥影响 第八集中的盘古 刷新了模型信息量的记录 盘古一斧子劈开混沌 阴阳之气分别形成了天和地 盘古死后 双脚化成了山川 左眼孕育成了太阳 右眼化作了月亮 经络血液流成了江河湖海 想用颗粒塑造出抽象的混沌 趋势结合的意境 需要强大的审美支撑 这座盘古开天是绝对的艺术品 第九集又到了他们的主场 憋了好几期 终于可以做国风建筑了 悬崖插件的造型 是整个作品的精髓 这个连接处咬得相当稳 负责科技的小哥 发力到位啊 另一位建筑大佬 也是用了一个大胆 却没有违和感的配色 做四官 这种互补型的选手 放进自由发挥的总决赛里 不知道能诞生什么样的神作 太期待他们周五的作品了 三抢中的第二组 是半专兄弟 兄弟俩原本想着 没比一场 就是一套队服 看看最终能走到第几场 结果居然比到了总决赛 他们也是经常 以这种细节和创意取胜 第一集我们去到片场 台上最显眼的 就是这个月宫站 他们用岩浆底板 做了一个有着熔岩蹦极 和火山烤鸡项目的风景区 创意上直接顶格 然后在第六集的画框里 接着修了一把机械 青蛙眼球和舌头 小孩手里的鱼竿 他们绝不放过 任何一个能动的部分 人物的造型 也是用最少的零件 表达出最多的情绪 后面这个空中滑板 就更厉害 他们选择了 之前没有尝试的大型人物 腰部是用科技剑做连接 然后再贴片装饰 围巾飘动的曲线 真正的将作品定格在了空中 空中做大模型 平衡是最最难处理的 滑板的倾斜角度 恰到好处 历界悬空主题上 我愿称之为最强 第九期 金卫填海 也是他们本季的一个代表作 切片时的海浪的形式和动态感 很像以前的皮影器 巨浪的呼啸 和背景水墨风 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动静对比 审美非常高级 半决赛悬崖主题 他们选择了武侠题材 红蓝配色的四关建筑 两边是用了孙悟空机甲的 不斗彭林剑 下面用人仔讲述了一个练武的故事 前面的桥采用了横架结构 让延伸部分更长更稳 最后更是以两米参三的摩停长度 拿下冠军直通总决赛 万专兄弟所有作品捋下来 从创意到技术 造型到机械 基本没有天科的部分 技能点都点满了 只要总决赛稳定发挥 争夺冠军非常有希望 三强中的最后一组是猪孟队 应该叫石工队 他们的搭建速度和国内机械一脉相承 提前个把小时完成都是常有的事 老个搭得快就算了 还倒数六打 拉丑恨 第一级的赛博中国城 可能是全场零件运用最丰富的作品 科技和颗粒剑 从建筑到故事都用了个遍 他们喜欢做人仔比例 也善于用人仔讲故事 但从这集后 他们真的把自己搞成了施工队 经历了评委的提醒 后面俩老哥逐渐找到了感觉 开始突破自己 第六集的画框里 他们将儿时扮演国王游戏时的幻想场景 复原了出来 配色明亮活泼 看着就像玩具店里出售的成品 悬挂主题他们做的是 潜水员救助海龟的故事 历届的悬挂主题里 几乎没有放电机的 老哥仗着手速快 竟然让海龟游动了起来 他们在里面增加了齿轮减速电机 让海龟的脚脯缓慢运动 背上的海草是用多个人仔腿拆成的 毫无疑问的满分作品 最后也是拿下了冠军 悬崖主题里 他们选择了雀桥的故事 将人物巧妙地处理成了方头仔形象 色彩明亮的七彩祥云放在侧面 既填充装饰 又不会全兵夺主 喜鹊是由翅膀零件和几个黑白小颗粒组成 简单巧妙地落在雀桥上 后面的国风建筑 对他们来说更是手到擎来 从头至尾几乎完美的一个作品 最重要的是 他们的搭建和试错速度都极快 能够充分给创意让路 这在总决赛中是非常难得的优势 一想到马上就要将这三组选手 放进同一场总决赛里 这悬念也太强了 这场神仙打架里 到底哪组能拿下乐高大师的头衔呢